女人最窩心 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和我妈妈的窩心时刻 我还记得几个月前的一个夜晚 因为感冒菌入肠 我睡在床上滚来滚去 什么都睡不着 肚子痛得很厉害 好像和自己作对似的 我还冲到洗手间吐了两次 当然是吵醒了妈妈 妈妈出来 说要帮我清理洗手间 和洗干净的衣服 而我当然是坚持由自己做 我心想我把洗手间 弄得这么骯髒 这么吐心 又怎么好意思叫你帮我清理呢 于是我们两个在洗手间吵起上礼 那刻我真的觉得很烦 很不爽快 我已经很狼狈了 你还要过来骚扰我 来烦我 于是妈妈就 走回房间 我自己一个留在这里 清理洗手间 但我真的太累了 唯有把污脏的衣服 放在一旁 明天才去处理 然后我就去了睡觉 第二天一起床 走出房门 竟然看到衣服 洗得很干净的 放在窗边 那一刻 我真的不可以说清楚 妈妈的爱是什么 只是觉得妈妈很伟大 而自己永远都是她的BB 谢谢你妈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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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